把古希腊掌管跳跳虾的神 和切水果的人者组合在一起 会碰出什么样的火花 上次用菠萝生扮跳跳虾 味道还不错 所以这次我打算多选他几样 看看谁才是跳跳虾的最佳派档 但是泰国用菜板切水果到底盼几年 而且大哥下刀是不是狠了点 水果是我买的没错 但手可是你自己的呀 你看我说啥来着 差点酿成大祸 不过大哥可能听懂了 为了挽回面子 直接上才艺了 水果一共花了80泰铢 我这就带你们去见见 古希腊掌管跳跳虾的神 你们看能让千军万马臣服于此的 也只有他了 关键是这训练有素的跳跳虾 价格还不贵 五十泰铢能买一小锅 只只带高不说 还是纯手工制作 不过这次服务升级了 一次性父亲还给送个碗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套塑料袋了 还是老规矩啊 谁清谁在上面 但是带过的脾气是真难解 现在把跳跳虾倒进来 你们说这叫跳跳虾水果捞 还是跳跳虾盖胶 这虾素质真挺高 他都知道往垃圾单里跳了 别管叫啥了 我先来一口这高素质的跳跳虾吧 四高一啊朋友们 一口直接定胜负 西瓜和跳跳虾才是真绝配 要说缺点吗 就是有点扎嘴